近期,非洲的M豆也就是俗称的吼豆 疫情持续扩散,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于本月14号将M豆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是至2022年后,世界卫生组织 第二次对M豆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报 目前,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令人担忧的是,一种自死率为3%的 新型M豆病毒株正在该地区迅速的蔓延 并已扩散至非洲其他12个国家 更为严重的是,M豆疫情正向非洲以外的地区扩散 本月15号,瑞典报告了非洲境外首例感染危险性较高的 第一分之M豆病毒株病例,成为欧洲首个受波及的国家 与此同时,巴基斯坦也在本月16号确认了首例感染案例 这是亚洲首次出现M豆确诊病例 对此,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未来几天到几周内,欧洲地区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输入性病例 这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敲响的警钟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 丹麦疫苗制造商巴伐利亚北欧公司迅速采取了行动 该公司于本月16号向欧盟提出申请 寻求将M豆疫苗使用年龄放宽至12岁至17岁青少年 值得一提的是,该公司研发的M豆疫苗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核准的M豆疫苗 受消息激励,该公司16号的股价在盘中一度大涨20% 在过去5个交易日内累计上涨超过47.2% M豆病毒属于豆病毒科,是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 主要是由镊齿动物和领长类动物传播给人类 它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感染者以年轻成人和儿童居多 感染症状通常将持续两至四周 大多数人可以在几周内康复 但儿童及免疫力功能低下者容易转为重症 甚至并发肺炎、败血病等等 目前,接种疫苗被认为是预防M豆最有效的方式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后 可将保护力提升至90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